我是卓�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再次的来介绍琉璃工坊 要欣赏琉璃艺术大师张艺杨慧珊的琉璃艺术品 琉璃工坊是当今世界华人最大的品牌 也是全世界当代琉璃艺术的领导品牌 成立26年了 今年第一次在美国举行琉璃工坊 琉璃工坊是当今世界华人最大的品牌 也是全世界当代琉璃艺术的领导品牌 成立26年了 今年第一次在美国举行琉璃工坊艺术品的特别展览 这次的展出是在佛光山西来寺的佛光园美术馆 那么这次的展出有50多件26年琉璃工坊成立以来的精华作品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杨慧珊这位琉璃艺术大师 历时十多年创作的《牵手牵眼观世音佛像》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拖腊铸造的琉璃佛像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的新春特展 展出的作品有很多是几乎都是绝版的作品 尤其在佛像区 那也相当多的作品已经是有参观者已经收藏了 那我们这一次因为佛光山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展示琉璃工坊的作品 那我们也会这次客人收藏的作品 我们也会捐赠一部分护持寺院 这一件《牵手牵眼观音》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部的部分 非常的慈悲 然后非常的安静 那可以看到是杨慧珊花了十年的时间 他才完成了这一件的作品的创作 那他是非常坚持因为他觉得所有佛像佛身的那个部分 一定要一体成型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有众多的这一些佛所 他没有一个佛所是接上去的 他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部分 那这个整个在水晶拖拉铸造法里面 那其实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例如在这个水晶拖拉铸造法里面 最后的那个步骤就是敲开石膏膜 那如果说一不小心可以看到很多手指的部分 他可能就被敲掉就全部前功尽弃了 那除了这个面相的 这个佛像的面相的这个部分 杨慧珊在他的佛像的创作里面 很多的作品的创作里面可以看到 他是非常一丝不苟 包括说在背后人家看不到的那个部分 他也是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他不会马虎的 那可以看到像这一件观音 他在后面靠近背光那一面 他还是有一个佛脸在的 那在整个背光的背后 我们现在看不到 他后面还有金色的经纹在 这一尊观音呢 目前在美国只有这么一尊 那如果说这一件作品 牵手牵眼观音是无限量发行 那大家会觉得说 琉璃工坊的作品 百分之九十九几乎都是限量发行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尊佛像作品 他会是无限量发行 那杨慧珊他自己有发愿 他是希望说 因为这是他的今生大愿 而且是观音是普渡众生 那可以带给大家平安 那他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他的一个心愿 一个祝福跟一个祝愿 那不应该是被限制住 那当然对我们来说 对琉璃工坊来说 这件作品无法量产 那我们制作一件 其实几乎差不多就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次呢 有五十多件佛像作品展出 这一件呢 莉莉说尤其要花一点众末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水月观音 是是是 这一件呢 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 一件佛像的创作的作品 那这一件是水月观音 是杨慧珊在2008年的时候 创作的一系列的佛像作品 他叫做当下与自在 那这是其中的一件 那在杨慧珊的佛像创作里面 这一件作品也算是比较中大型的 那我个人很喜欢是 这尊佛像的面相特别的慈悲 那可以看到他低着头 普度众生的那个神情的宁静 跟他的慈悲的关怀 那再加上可以看到 他底座是一个圆形 那他叫水月观音 感觉好像是有月亮映在水里的那种感觉 那即使可以看到 在这个圆形的这个底座上面 有一些的波纹 那代表是我们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起起落落 但是他还是神情非常安定 然后是非常平静的 尤其是佛像作品 那佛像作品每一尊的原型 他一定是他亲自 他自己会动手 然后雕过修过以后 才会进入整个生产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杨慧珊的佛像作品 那面相的部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对年轻 他有带了一个设计团队 那对年轻的设计的团队来说 目前还是做不出那样子的 这个面相跟慈悲 所以杨慧珊是很坚持 每一尊他自己一定都会动手 做过跟修过 感谢观看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中 您看到的一件件精美的琉璃藝術品 其實這些都是藝術創作和人生的經歷 還有真實的生命 奇妙結合在一起的一件件真品 其實拖拉駐造法在中國漢代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 不過琉璃工坊在楊惠珊的帶領下 重新詮釋了這種技法 在現代玻璃藝術的世界舞臺上 樹立了一面新的旗幟 這個單元我們要來了解 到底琉璃藝術品是怎麼產生的 每一件作品都需要透過12個步驟去完成一件作品 基本上是陰陽模陰陽模的概念 去完成一件作品 在每一個步驟裡面 如果只要有一個步驟 它是有閃失 那整件作品就會前功盡惠 那首先我們會先在圖紙上畫一個我們要的設計 那做了這個圓形之後我們會放上矽膠 矽膠模 那每一件作品的矽膠模大概是3到7層 會依作品的大小跟它的設計的細節的困難程度 然後用的這個層數不一樣 好像說像這一件作品它至少要上7層 像前面那一尊千手千眼光音至少要上到14層 那它是每一層乾了以後才能上第二層 而且每一層一定要上得很均勻 如果每一個地方不均勻 它燒出來作品 它就會有偏差跟我們原來要的 那之後silicon模乾了以後 我們會把silicon的模搬上來 那搬上來以後呢 通常這個圓形的模就會有一點變 它就不能夠再用了 對那silicon模之後我們會灌蠟 灌進液狀的蠟 那等蠟乾了以後 我們silicon的模拿起來 那其實一拿起來的時候 再搬起來的時候 silicon的模會變形 所以也不能用了 那我們就有一個蠟模 那流離工坊有一個部門 就是專門在修蠟的 對那希望能夠修到 就是跟圓形比較相似 那之後這個蠟模 我們會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然後會澆上液狀的石膏 那澆滿了石膏以後之後 我們會拿到蒸氣爐裡面去蒸 那大概是 攝氏大概600度左右 那蠟魚遇到熱 蠟就脫出來了 所以我們有個石膏模 對那我們流離工坊有另外一間工廠 是全部在製作原料的 對就依我們作品要的那個顏色 這個流離原料 然後放到石膏模 那之後我們會送進藥裡面燒 那攝氏大概是1000度到1400度左右 那例如像這件作品 它在窯裡面大概是要三個禮拜到四個禮拜 那之後出爐了以後呢 我們必須要剃掉石膏模 需要敲掉這個石膏模 那通常在這個部門工作的師傅呢 工藝師呢至少要在流離工坊 大概要八年以上才能進這個部門 因為如果說它對作品不熟悉 它可能例如像這個佛像的手指的部分 它不小心就敲掉 成功盡器了 像流離工坊的尤其是佛像作品 有很多細部的拋光的部分 這些全部都是要用手工 那在拋光之後呢 每一件作品可以看到流離工坊幾乎所有的作品 都是限量發行 那可以看到底部就會刻上流離工坊 然後年份然後還有它的限量的刻號 這件作品的誕生是特別的不容易 是 是 這件作品是在2011年的時候 楊慧珊創作的一系列的作品其中之一 那是叫《為愛為關懷》 這系列的作品是在日本大地震以後 楊慧珊覺得說天灘人禍特別的多 他自己覺得說他應該要再推出他的佛像作品 這是其中的一件 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 這件作品的話 我們透過流離這個材質 那我們在中間做一個凹凸鏡 所以有放大背後觀音的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我們站在這個面看的時候 是裡面有一尊觀音 這是遊戲觀音 當我換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這裡看到三尊觀音 其實是提醒我們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 你在這一面看它是一面 你換個角度去看 其實它是有不同的面 那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全球现代琉璃艺术的领导品牌 琉璃工坊的作品 琉璃工坊的创办人杨慧珊是台湾重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他曾经得过金马影后和亚太影后 在这26年中杨慧珊全力倾行于琉璃艺术品的创作 2011年杨慧珊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世界纪录 他们以敦煌第三窟牵手牵眼观音的原型 73天不眠不休 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牵手观音的彩色塑像 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部由琉璃工坊提供给我们的非常感人的片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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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工坊》是全球现代琉璃艺术的领导品牌 我认识张艺杨慧珊这两位琉璃艺术大师 也是很多年了喜爱他们的作品 更尊敬和爱这两位艺术家 当然我们知道在杨慧珊张艺创作的很多的不同的作品中 其实花是杨慧珊最爱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 那我们要来欣赏杨慧珊创作的系列花的作品 这是千年开出一朵琉璃花 杨慧珊的花系列的作品 是纪念琉璃工坊25周年 在作品的定色的部分跟技法的部分 跟以往琉璃工坊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我背后这一件 叫且武春风共成绒 那可以看到这是白玉兰 那你可以看到玉兰花那个翠绿的感觉 那过去琉璃工坊的绿还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这么样的翠绿 这么样的清爽的这个颜色 那它每一件花的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是 如果我们肉眼看到大概是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左右 那事实上它是用了每一件作品 至少有六个颜色 然后去变化出来这样子的这个颜色 那整个创作它其实是 它的底作都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去凸显花的这个艳丽 那可以看到杨慧珊的花系列的作品 其实是每一朵花 它希望都是开在最美 最美丽 然后最绽放的时候 那代表就是一种祝愿跟一种美丽 杨慧珊的这个花瓣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每一个花瓣都是非常的饱满 对 那因为它会希望说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喜欢这种饱满 这种丰硕的时候 让你看的是会开心的 展出的都只有各来一件 除了我后面这一件作品 我们来了三件 那在我们Braya的伊朗里面也有一件 那这系列的作品它很特别是 它全球的限量也不多 那再加上它的这个收藏的价格 它其实也不高 那还有就是它技法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有谈到颜色是每一朵花 都是以六种不同的颜色去做出来的 那烧结的部分在琉璃工坊 我们成功的运用了所谓的二次烧结 那但是它所谓的二次烧结 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技法是 它会直接是粘上去的 好像说花 它直接会粘在这个底座上面 那琉璃工坊是 它是花跟底座分开烧 但是它会用第二次烧结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件作品 它是融在一起 是一体成型的 我已经说是我实在是很喜欢花 可是一作花就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我想对我来说 我们在看这样子的琉璃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好感动 一个没有生命的材质 你把它发展到这么的活灵活现 我觉得突然觉得美术 对于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看到它你就觉得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它不是那个上帝创造的花 但是我们在那个有限的人的智慧跟技术里面 可以把一个没有生命的材质提升到这样的地步 我觉得是很动人的一件事情 你要回想我们在二十二三年前 我们在日本在捷克一个一个工作室去拜访 去请教 然后当然我觉得其实艺术家都很慷慨 那么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琉璃工房自己走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那些包括当时给我们很大支援的这个 捷克的这个应该说空前绝后的这个大师 叫Lebansky 他已经过世了 可是我们还记得那个 他个子小小的这个老先生 对卉杉何其的温柔 何其的慷慨 不停地鼓励他 不停地告诉他 一个玻璃艺术艺术家 他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他要做你懂得的事情 做你喜爱的事情 不要管外面 所以我想卉杉而言 一辈子就是花是他最重要的主题 所以我觉得 现在看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动人 是绿的加上一点粉红 这边是纯白的 然后这个因为要它不透 所以这个琉璃 其实它磨成粉以后就会不透 那用透的琉璃去放在这边 不透的那个粉末放在这边 光是控制它这个位置 它可以完全可以留到这个位置 然后去做花蕊跟花瓣的区分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已经让你很大的挑战 怎么样去控制到这样子 可以花蕊跟花瓣 杨慧珊 张艺琉璃工房的艺术品 在西莱寺佛光园美术馆展出 这是琉璃工房26年来 第一次在美国举行大型的展出 欢迎您抓紧时间 在4月7号之前 去西莱寺美术馆欣赏还有收藏 我是朱雷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